记者陈维绍新北报道零五分之六十四 二十发稿十八 三十六更新 新增影音南韩 实况主来台骑自行车 突遇男子伸手性骚 图翻 画面南韩一名女实况主 日日前来台湾旅游 不 却在第三天的行程中 在新北巴黎遇到一名台湾 子对她伸出闲猪手 触碰下体性骚扰 女实况主 吓得大叫 Don't touch me 还叫该名男子别再跟着她了 男子里的行径 全被女实况主直播时记录开下 男子骑车尾随南韩女实况主 图翻射画面南韩一名女 矿主日日前来台湾旅游 在第三天的行程中 他独一人来到新北巴黎 沿着淡水和潘一边闲逛一 直播 他向商家租借了一辆自行车骑程 沿途也 直播与粉丝分享宝岛的美丽风光 从实况主拍的画面中 有一名年约三四十岁身穿黑色短袖背心 蓝上衣黑色长裤的中年男子 从女子租车后就严骑程一辆红色机车尾随女子 男子的长相全被实况主直播拍下 图翻射画面男子多次骑车靠实况主 还问他是否迷路 女实况主不理他 不料子仍继续尾随 在河滨公园自行车道上 男子一趁着人少之际 突然加速出现在实况主右侧 并手碰触实况主的下体性骚 吓得实况主大叫 Don't touch me 他应遇到此事被吓得花容失措 女实况主是后裔 男子突然伸手有可能只是想帮他压低裙摆 但此行为让他非常害怕 女实况主将影片上传后 起南韩媒体注目报道 有网友将此事PO在PTT夜方上 引起网友热议 有网友认为鬼岛是姓宇 成欧 看到女的就想摸 台湾连性侵犯都能啪啪 了性骚刚好而已 鬼岛特产就是哥布林 丢脸丢 国外A哈哈 台南让世界看见台湾 台湾连性侵犯